大家好,今天是11月3日星期五 今天全面升,全面升了 北水都未見有流出,雖然流入的量少 不過希望積小成多,這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在其次,我們要看看這個板塊 如果升了300多400點,所有板塊什麼都不需要看 首先要看看銀行升多少 其他升多少 煤炭是升得多的 即是開始,市場會開始炒煤炭股 這個大家需要留意的 冷了嘛,不用開始炒煤炭股了 另外就是,這個汽車沒問題啦,都是重要的啦 在這個銀行,在這裡 地產,兩個孖公仔都OK的啦 反正雖然冷了,天然石油氣反正受壓 這個最主要就是,世界油價似乎在中東方面 就不會很會有大,擴大 那個是戰火的情況 因為連拜登都叫以色列佬 喂,要人道一點啊 這方面呢 這方面我覺得是有所謂的啦 而很多的中東國家呢 就紛紛召回自己的外交人員 自意識來召回外交人員 即是不like他啦 亦都有部分說要跟他斷交 這需要有些時日的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反屠殺巴勒斯坦人的示威 有30多個國家的地方 因此,這個國際輿論壓力呢 都會使得戰火呢 可能會比較壓抑了下來 好了,這個暫時就這樣啦 我們看看板塊方面是怎樣呢 那麼,江山一片紅啦,十分之好啦 那麼,什麼都不用考慮了 反正之前那個減肥藥那個呢 所謂信特生物呢 就今天有點跌下來 其實對減肥藥這件事呢 我真真正正正是 不明所異 你那一頭 吃到隻豬那樣 你那頭要減肥藥 那頭又要減肥藥 其實很簡單的嘛 你比少些 飼料隻豬吃 你就不會變豬了 所以減肥藥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管住自己巴口 你這條皮帶不要等到腰道 在嘴裡弄一條拉鏈 還有一把鎖 鎖完之後呢 就丟了一條鎖匙 你減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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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有16個小時不吃東西 你會很容易減肥 你會很容易減肥的 洗鬼就是吃減肥藥嗎 這些減肥藥 這些叫做捉鬼入 由於是趕鬼出 拿錢來浪費 不過 勢度是如是的 沒得談 好了 我們來看看市場 市場真的似乎有些向好 你看得到它 在這裏 爬了上來 保利加通道中軸 這件事是怎樣呢 這件事 有點像 在這裏 這樣的情況 這裏 是否是勤了保利加通道中軸 那裏 再跟著 等等 如果在這裏 站得有兩三天的 這樣就有機會 再升上去 上軸了 升上上軸 這裏我已經由上個星期都說了 我上個星期都說了 看看它會不會升到這裏上軸 升到這裏上軸的話 這裏是多少呢 就是181 183 你當作182 如果升上去182的話 就很簡單了 連這裏的 低位 低位 變成這些是阻力位 升破了 這裏是沒有用的 是因為這裏是落下的 如果這裏升破 它是 咬上的話呢 即是咬上的話呢 那就不同了 就似乎是這樣的情況了 所以這裏 我們需要對後市 稍為有一點點樂觀的 好了 再跟著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第一件事就是 壓力健康 阿里健康的時期之中 就核心 那麼